這幾天因為東北幾乎減少 臺灣中南部受到中央三個的助動 空氣汙漸完沒中以擴散 所以空氣汙漸進行明顯的惡化 雲林地區政府威力的基礎 近年10到149 順帶人體健康 因為那個東北季風減弱 所以造成那個目前斗六四 還有雲林縣地區 整個PM10它的平均測值大概高到126左右 那臭氧值也高到77 那甚至那個PM2.5的時候到夜間的時候 最高曾經到達149 那個是屬於比較有害性的 所以我們是建議民眾就是減少外出的部分 空氣汙漸完基礎 悬浮威力的基礎 如果每年到65都會影響人體健康 如果關稿149是減掉的改變 民眾要盡量減少外出 尤其是出外運動 因為這次的話污染污有兩種 一種是那個我們懸浮威力的部分 那另外一種是臭氧的部分 那這一部分就是會 民眾會看起來就是天氣會霧茫茫 那其實它造成呼吸道部分 有會造成損害 尤其是我們那個PM2.5 如果超過65的話就會造成 造成一些呼吸道上面一些 過敏就會發生 所以我們是 呼籲是民眾是減少外出 那夜跑的時候也建議是 最好是戴口罩 本年特區因為我露水系的關係 丹北幾乎共也會造成露水系的影響 民眾也要注意 雲林第一 其實因為在東北季風盛行 就是風比較大的時候 會造成那個左水溪一個陽塵產生 那是比較屬於出克力的 那東北季風減弱的時候 那就一些懸浮威力 就是我們俗稱的 細懸浮威力PM2.5的部分 就會累積在空中 那所以這一部分都是會造成民眾一個損 那個呼吸道一個損害 台灣的空氣汙漸主要是工廠跟車廂 排放火器的關係 但是爆炮也會造成空氣汙漸 所以苗仔選舉開票後 大家大量爆炮 會讓空氣汙漸的情形更加嚴重 民眾要注意提供 記者以民委 曹恩報道